好,我們看第2題 他說這是個大圓 這是個小圓 CV是小圓的直徑 這個大圓的圓軸角 這是三十步 他問大圓的面積 比上小圓的面積領多少 好,我們來看 這個大圓的面積 這個VC是這個角的對邊 那我們根據正選定義 這個CV 比上A460度 A430度 這個相等於大圓的直徑 2R 但是問題是 CV是小圓的直徑 所以這是2小R 所以這得到 2可以消掉 這是二分之一 那R可以出過來 2等於多少 大R除以小R 大R除以小R算出來以後 我們知道 這點的面積 跟半徑的平衡成正 所以這個是大R比上小R的平衡 所以大R是4比1 大A是小A的4倍